2月26日,据最高检官方微博消息,辽宁省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、副省长、公安厅员党委书记、厅长王大伟涉嫌受贿一案,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。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,由湖北省襄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。 今日,襄阳市人民检察院已向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。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,王大伟利用担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、黑龙江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、副厅长、辽宁省公安厅党委书记、厅长。 辽宁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、省长助理、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、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,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、案件处理、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。 非法收受他人财务,数额特别巨大,依法应当以收贿罪,追究其刑事责任。